好 来看看这样子夸张的行径 居然电动车是透过吊高的方式 这样高高的在进行充电 会不会也太离谱了 就是大陆沈阳有一个区院里头 没有想到真的就出现了这么一辆电动车 主人是把电动车用吊车吊得老高 在半空当中进行充电 这电动车被绑在四楼的架上晃来晃去 真的是看起来也相当危险 车主是解释说因为家在四楼电线太短 实在也是没有办法 不过网友看到的质疑说 买得起跳车还用这种电动车 把它吊高高的再充电 那么难道没有钱去做其他方法来充电吗 直呼这根本是相当夸张的行径